今年,全球航天发射又一次地突破了百次大关 不过奇怪的是,这次美国的航天发射次数却趋居于第二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今年破百的航天次数中 美国发射高达30次的航天发射,却趋居第二 排在第一的是有着34次发射次数的中国 美国的航天实力可谓是十分雄厚 在世界上算是大佬级别的存在 在美国官方的航天太空总署 NASA进行各项任务的时候 民营企业SpaceX公司也在同时进行火箭发射任务 为此有很多外国网友表示 不相信中国能够战胜美国,获得航天发射次数的第一名 这里面应该是有内幕 不相信的外国网友应该还不了解中国的壮具 相信他们在了解今年我国的发射任务之后 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中国今年的航天发射次数多,成功率也高 而其中最让中国航天开心的还要数完成实送北斗的计划 10月19号,其昌卫星发射中心又一次实现了一键双新 成功发射了第42、43颗北斗导航卫星 标志着我国的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已经完成部署 在外媒眼里,未来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恐怕会超过GPS 而外媒的担忧也是最近才有的 回顾中国的航天科技发展史 基本上是在西方技术的封锁以及恶意打击下艰难成长 当年齐学森回到中国之后直言 现在的中国毫无航天科研 当时的齐学森表示 中国的飞机还需要苏联的图纸 飞弹火箭完全没有相关援助 航空用的金属材料也都是从国外进口 虽然基本的生产零件也缺乏 航空研究的专用设备那就更不用说了 还有航天事业相关的人才也不超过200个 但是目前中国的航天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载然上天已经成为现实 探月计划也没有停下脚步 有消息称在12月份 嫦娥4号月球探测器将在我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搭载长征3号以运载火箭进行发射任务 要是大家以为这只是平常无奇的发射任务 那你们就错了 此次将是中国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 以及巡视探测 而这代表着中国工程技术 以及空间科学的双向进步 更成为了世界航天进步的一大步 在美国网友眼里 中国怎么可能能够超越美国成为第一 中国科技实力怎么可能达到现在的成就 现在的外国依旧是不看好中国 即使现实摆在了眼前也摇头否认 可能非要等中国完全超越了美国 他们才会接受中国已经追上世界 这个残酷的现实